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录制Vue.js的教学视频 今天是第八期 今天咱们第八期的主题就是计算属性 什么叫计算属性啊 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就是说 它是计算出的属性 就换句话说 以前咱是对象 没这属性 咱们帮它算一个出来 这个叫做计算属性 您现在听起来不理解 没关系 咱们往下看 今天的知识点很简单 就一个computed 就是说计算过的 被计算的 已经计算完成的属性 computed 这是一个英语发言 我尽量不用日语发言 我怎么觉得 确实英语发言发成日语感觉不太好 日语不好听 咱们不说这语言问题了 这个computed 这个计算属性呢 我给它下的定义就是 其实定义有点难啊 叫做处理原数据 有点难啊 然后呢 便于进行二次利用 这原数据 咱怎么理解呢 您就理解为啊 您现在就简单的理解为 从数据库中取出来的数据 就可以了 比如说商品的价格 就可以了 多了 我就不举例子了 这个呢 叫做原数据 就说是第一手数据 没有经过处理的 叫做原数据 好 那么咱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大家请看 消费税 比如说啊 这个产品卖500块钱 消费税呢 50% 不过咱们 咱们国内好像增值税 70% 反正加一块30多 咱就说吧 消费税呢 所有东西都加一块50% 那么呢 应该是 实际价格是750块钱 对不对 这个原数据 就是那个500块钱呢 就是这个原数据 那么咱们在画面上 不要给人显示出来 这个原数据500块钱 不对啊 消费者买的时候 还有花消费税呢 对不对 那多少钱 还得再乘一个50%啊 就计算出来了 消费税加税的话 是750 这个750 就属于这个计算属性 它通过你这个商品的价格不同 它会动态的算出消费税 含税的价格 所以说呢 这个计算属性呢 比如说用于这个消费税的 自动计算 等等 是非常的适合 非常非常的适合 我呢 基于这个消费税的例子呢 给大家实际举一个啊 大家请看 我现在呢 要说一句话 我现在要说一句话 发布通知 比如说任天堂 今年2017年啊 3月3日 发卖的任天堂新一代主机 Switch 这个主机 我是肯定要买嘛 对吧 天两天还做过这个直播 这个Switch的主机价格是多少呢 我这写个价格 然后呢 含税价格 注意看 价格是price变量 含税价格 我用什么 price in tax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税 这个价格呀 含税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都日元 对吧 比如说这个 咱们国内朋友想买怎么办 你得用人民币计算呢 折合人民币为多少钱 China 人民币 这个呢 变成是人民币的价格 大家请看 大家请注意 这个价格 我在这定义完 只有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的原数据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多个 叫做什么 叫做任天堂 他们公司的所定出的价格 29980日元 N 对吧 然后呢 咱们算是不是含税 然后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咱们呢 都属于计算属性 是在这个原数据的基础上 咱们去计算 为了不同的用户所显示而计算 就这个感觉 那么好 咱们计算啊 原价格 29980 卖的不便宜 然后呢 含税多少钱 咱们在这定一个计算属性 Price in Tax 大家看 在这个Jala的函数里面 我仅仅是返回 这个主机的价格乘上 1.08 日本的消费税是8% 所以说呢 厂商公布29980 实际用户呢 需要花乘1.08这个价格 才能够买到 你还得是说去人家 真正的乘 有多巴西啊 比古卡梅了 去那店铺去买 或者在亚马逊啊 才能买到 如果再加上运费的话 可能还得再乘个1.09呢 对不对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这个呢 是算税后的价格 那这个人民币多少钱 对吧 咱们国内的朋友要买肯定 他不会按日元计算吗 那么人民币我在这 也做了一个计算属性 请看 这个计算属性的函数呢 我是用刚刚计算过的 日元含税的价格 再除以当前的人民币 对日元的汇率 大概是除以16.75 能够算出人民币 换句话说 咱们实际的原数据只有一个 是任天堂主机 Switch的价格 然后呢 咱们做了两个计算属性 分别算出日元含税的价格 以及含税后 折合为人民币的价格 这个非常非常适合于 计算属性这个用法啊 我就没有找到 比这再适合了 好 这是刚才 咱们这段代码的意义 现在呢 咱们把它拷贝到 拷贝到咱们的网页当中 咱们实际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咱们现在运行一下 今天是第八课 咱选择第八课啊 大家请看 出来了 为达念啊 今年3月3号 2007年3月3号 发卖的任天堂新一代主机Switch 这我肯定要买啊 的价格是 29980日元 印 含税为 32378.4日元 嗯 折合人民币为 注意 这是含税后啊 1933元人民币 大家注意 真正的原数据 在数据库中存的 肯定是这个价格 然后为了给这个画面显示 给日本的网友呢 显示这个价格 给中国的网友呢 显示这个价格 比如说像淘宝 如果您买这个游戏啊 买游戏机 淘宝如果贵于 1933元 说明它贵了 不过贵也有道理 人家还有运费吗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就是计算属性的使用方法 我估计通过这个例子呢 您应该是一目了然 马上就能明白 好 那今天的样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今天的代码呢 我也都放到了 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参照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